明明的奥秘 走向生命的解脱 让众生离苦的恩怀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 般若讲座 海淘法师 般若讲座 海淘法师 般若讲座 发菩提心 就是因为供养兰登古佛的时候 发菩提心而得寿祭 那佛陀在累劫之前 做一个富贵子弟 唯一的独子 善慧 他爸爸往生之前 交了七把钥匙给他的大管家 说哪一天我死了 你就带着我的儿子打开 按照这七支钥匙的顺序 打开宝库 把我的所有的财产 包括为什么七个钥匙呢 前面六代的财产 我们祖祖传承都没有动到祖先的财产 尽职做好父母祖先的责任 所有的财产要留给下一代 既然之前的祖先是如此 我现在也是留下财产 给我的儿子善慧 就交代了这位可以信任的大管家 那等善慧的父亲往生了 然后呢 上次办完了 这个大管家就带着善慧 说你父亲交代了 这些你都可以用 一一打开 天啊 像七座山一样的黄金珠宝 七代的财产 但是对上慧而言 他一看 我爸爸 我爸爸的爸爸 爸爸的爸爸 这样七代 一辈子这么努力 经营了这么多黄金珠宝 死了一分也带不走 那我 接下来就轮到我 我如果要赚更多 我一分也带不走 这些财产要干什么 所以他呢 就告诉大当家说 钥匙通通给你 你把我这 七代祖先的财富 拿去做大布施吧 让我的父母祖先 得到一点福报 因为唯有把钱布施掉 他们这个福报 才带得走 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啊 世间人不知道 永远都是留给子孙去挥霍 而让祖先不得超度 这是个非常伟大的智慧 所以一点都不吝啬的 这就是菩萨道不能迁滩 所以七代祖先大布施 然后呢 他就去出家了 去出家以后 在山上精进修行 所以不到十八岁 就得到五种神通 除了漏进通 外道也可以修的神通 只要精进修行禅定 但是他在山上都是修苦行的 那那个时候出家人生病 也吃盐巴 洗澡也用盐巴 他们就跟牛一样 有盐巴就可以了 所以平常吃水果啊 吃树叶啊 然后呢 加一点盐巴 但是上会那时候 苦修到五种神通呢 但是没盐巴了 他就到山下 准备 因为他在苦修 也有人供养他 供养他 他想说就拿了这些钱 到山下 买一些盐巴 等等 到时候到了山下以后啊 发觉很多人都往都市里面跑 一问之下 他第一次听了 他就问了 为什么你们往都市喜乐城这样跑呢 那个时候有一位顾问 哎呀你不知道啊 连国王都去了 有一个燃灯如来 到我们喜乐城来说法 那个时候上会一听 全身起吉比格打 他从来没有听过如来这两个字 所以他那时候就在想 我在山里面这么精进 我一个人得到利益 我现在有神通呢 但是燃灯如来 他就问 为什么大家连国王都要拜他 他们就说 燃灯如来是个佛 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 所有众生人民 所以国王甚至下命令 全国的花 全部国王包了 因为国王要做功德 有花的人全部要卖给国王 不准私用 所以 那个 路边的人赶着去 我们要赶快去供养 能够供养到佛 不得了了 那个时候啊 上会一听 原来我在山里面苦修那么久 我都不知道啊 这个世间有所谓佛陀圆满 我也要去供养 那时候他盐巴也不买了 刚好路边有一位清衣童女 穿个青色衣服的小姐吧 手上拿着七朵莲花 那个时候 上会就把全部的钱 跑到这个清衣童女面前说 我把我所有的钱给你 你那个花 卖给我 但是这个清衣童女说 不行 国王说 如果花不卖给他 他斩头的 结果这个上会说 请你 我用生命保证 我绝对不会说你卖给我 但是 我这么苦行 我终于今天才可以见到 清净到 燃灯如来 你就卖给我吧 那个时候 这位清衣童女 看到上会这么虔诚 又这么帅 他又起了贪心 他就说 可以 如果要 后来 当然上会说 那你七朵 这样好了 卖我五朵就好了 两朵你留着 我这边有 就像五百钱 我跟你买这五朵 结果这个清衣童女说 我不卖给你 除非有一个条件 那上会赶快 什么我都答应 他说 你要五百世娶我做太太 上会说 不行 我是出家人 我不会这么做 但是清衣童女说 他讲的是五百世 你下辈子还没有出家前 只要你来投胎 我就 做你太太 这样我才答应 各位这是一个 女人 当然 会掩饰英雄 但是 这里面 上会并没有一点贪念 但是 为了成佛 为了能够供养南登佛 他答应了 但是他讲了一个条件 如果生生世世 因为上会已经有宿命童 他当然相信轮回 他只是还没有正的漏尽童 但是他讲了一个条件 如果我答应你 你花卖给我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出家 你不得阻碍我 如果我成就 所谓 大家要去供养的佛陀的果位 那你也要跟我出家 那当然 清衣童子就这样 答应了 所以 顺便 他高兴了 他说 那我两朵花 你也帮我拿去供养 然等如来 所以 当然他这两朵花的愿 不一样了 就是生生世世嫁给他 所以佛教里面说 夫妻要好 要一次供两朵花 所以 供在佛面前 有这个愿 各位 你们不用供了 人家是 是八岁 所以 当然 上会童子就同意了 然后呢 哎呀 清衣童子更高兴 对不对 因为他也是相信轮回的人 所以 然后 上会童子就拿了这个赶快冲啊 冲到燃灯佛 那时候等他冲到 各位故事都知道 特别在缅甸 燃灯佛还没有上座之前 因为古时候 土地是水泥的 不是 是泥土的 不是水泥的 凹凹凭的 下过雨以后那就都有水 那是佛陀带着僧团要走过那个地方 大家就靠两边 但是中间有一个臭水泥 臭水沟一样 那个时候上会看到这个赶快 因为他是那个时候修外道 没有剪头发 头发在那个时候是不剪的 所以他一趴下去那个污水的地方 又怕不够 又把头发散开来 整个挡住 这个就为什么说 藏传佛教他们拜佛是这样 大体铺在那边的 就学善慧 你能够铺的越大 功德越大 修业障越多 来世福报 乃至做转轮圣王 也这个意思了 所以他铺在那边 头发散出去 然后兰灯卢来带着 众阿罗汉走到这边的时候 他告诉后面的阿罗汉说 没有一个人可以踏他 因为这个人将来即将成佛 名为释迦摩尼 所以只有燃灯路来 从他身体上跨过去 所以一跨过去以后 没有人敢踏 绕啊 这个叫 我想各位今天要受菩萨戒 又是燃灯古佛的圣诞 那要不要发这种心呢 要这样子的奉献 期待的财产 精进的修行 所有的钱为了拿来供养 燃灯佛 而发起怨成佛的菩提心 所以这样才可以得到 如果你发起菩提心 必定被受祭 只是各位现在末法 你听不见而已 必定被受祭 就像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没有一个不被受祭成佛的 所以只要用菩提心 来发愿 当然等大家全部供养了 我们善会同志才去供养 但是他去供养的时候 每个人手上没有人来花 那是国王唯一供养 但是唯有善会 但是那个时候 大家觉得很喜欢善会怎么会有花呢 当他古时候供花不是拿个花盆在那边拆 不是 他们就是用花撒上去 撒上去 然后花会掉在地上 然后看起来就很庄严 印度人还是怎么做了 但是善会这五朵花 七朵花一散出去的时候 就在佛陀的顶上 成为五个房盖 就像五方如来 五色光一样 很庄严 然后呢 清一童子的两朵花 就在佛陀的 然灯如来的左右 然后献出两个房盖 哇 大家都不可思议啊 后来然灯如来就跟大家解释 这一位童子 必定将来成佛 因为他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 为了普度众生 这样来供养 所以这个故事 在佛教里面 各位要经常去意念 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发菩提心的人 对世间的一切都不执着 乃至呢 对于牺牲自己 事实上 佛陀是跟耶稣多罗结婚五百世 没有错 但是佛陀不是一种爱恋 他只是一种答应 所以和跟耶稣多罗结婚 但是耶稣多罗 后来也是正的阿罗汉 在佛陀出家以后 摩托菩提也带着 耶稣多罗五百公里 修苦行 佛陀本来不答应的 他们赤脚 全身脏 流血 因为他们是皇宫之人 为了出家 这么苦 后来阿难求佛 那佛陀才给八净法 如果比丘 女生要出家 要守八净法 所以 千万不能说 就算你出家一百年的比丘尼 看到一日出家的比丘 都要恭敬 这样才不会 这样才不会末法 所谓末法是 女生比男生强 比丘尼比比丘多 女总统比男总统多 所以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 因为女性 她比较 执着 至少她私情 比男性还重 所以女性要出家 她就 男生可以七次 女孩子只能正式一次出家 因为她一还俗 都是因为世间的爱人 她心不可能在佛法上 当然各位 你们这个短期出家 不算 她讲的就是说 正式受戒了 所以 各位就没有踢头 如果各位正式踢头 对世界来讲 对众生 就是一个出家人了 所以如果你又还俗 她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 当然然等古佛 后来在中国福建地区 有四宪一个祖师 所以 那个时候的名字叫 定光法师 后来大家才知道 这位定光法师 原来是然等古佛四宪 那 所以 现在我们有一个传承 只要你怀孕 想要怀孕 一直念定光如来 然后生下来 小孩子变成佛子 所以对中国来讲 福建地区的出家人最多 特别在有几个县 出家人是最多的地方 因为那是定光 古佛的授记 只要念定光如来 所以后 各位要跟你的 女儿啊 孙女啊 交代 多念定光如来 而且生下来的 都是大乘种姓 同样是出家人 有些喜欢修南传 有些 有些比较自立的 很精进的 就像上会童子这样 所以上会童子 因为遇到然等古佛 供养 而能够发起大乘的发心 所以各位今天要这样子来发心 那今天也是 地藏菩萨 殊胜功德加持日 一亿倍功德 所以我们在今天开始要受菩萨界 那我自己 我的因缘 是因为地藏菩萨 所以因为我的母亲生病了 实在病得有一点苦 那我这个人 心对谁都不用心 我只有对我妈妈一个人用心 用了很维系的心 我大概是从小就爱上我妈妈了 因为我妈妈实在对我很好很好 所以为我点灯 我记得我小时候一感冒 我爸爸不在家 我妈妈会叫几部三轮车 然后就因为古州高雄 还有三轮车 还买了最好吃的 然后送我 带我去医院 给我讲最好听的话 那我的妈妈很少骂我 她就一直 从小我知道四个里面 她对我是最好 但是长大以后 她对我大哥是最执着 她是对我最好 这个好不是执着 她就是非常照顾你 也不会执着你 所以 我妈妈一病了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个就是我发菩提心的祝愿 虽然我妈妈生病了 那时候我做事业 好像有点成功 结婚生小孩子 好像都样样都很好 别人都很羡慕 但是我妈妈一生病 我觉得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从来没有这种感受 心急如魂 没有办法睡觉 就是很担心 想尽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在我妈妈最痛苦的 那个晚上 她一直发烧 发冷 发抖 然后痛到 一直忍 一直忍 我也看了出来 那时候我在照顾 好在那时候 人家送我一部地藏经 我只能跪在那边念地藏经 趁我妈妈 头往那边的时候 我跪在那边送地藏经 那个时候 我才发愿了 什么叫菩提心 我才知道 所以 我是以这样 发地藏菩萨的菩提心 乃至出家 希望 回向我妈妈 少病苦 乃至无病舍报 所以无病舍报 我那时候就有这种思想 不执着我妈妈活着 只要她不要痛苦就好 因为地藏菩萨为她妈妈所做的 她妈妈都可以升天 那这地藏经说 为离命中的人 念一次地藏菩萨的名号 或是诸佛菩萨 或一个经典的句 他都不会堕落伤恶的 这一点是我最大的福报 我第一次读完地藏经 我就百分之一百相信地藏经 那我相信了地藏经 我相信了所有大乘的经典 这是要 我师父跟我说 要有类似很大的福报才行 不然所以人有轮回的 所以我想在今天 我们大家一起来受菩萨戒 然后又有地藏王菩萨的加持 我讲我的故事 我只能告诉各位 什么叫菩提心 你要把众生都当做妈妈一样 苦的不得了 但是你又真心的想要帮助对方 但是你又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有一条路 学发菩提心 真实发起菩提心的愿力 就可以让妈妈减低痛苦 那我妈妈因为这样视线的一个奇迹 各位都知道 后来她早上就不痛了 所以那个时候医生还不让她出院 爸爸我哥哥也觉得很奇怪 怎么都不痛了 怎么都不会叫了 我妈妈就吵了出院 医生还不同意 又检查了两三天 她也不知道 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 前面检查了 跟今天检查不一样 医生也不讲 后来她只好答应 那你们都先回去吧 如果真的有事 赶快再送过来 结果我妈妈从那个时候开始 后来又到别的大医院检查 完全没有 对我来讲 太有福报了 这个是我一辈子转变 因为原来我们发地藏愿 乃至菩提心 乃至出家 奇迹就来了 所以对我来讲 哪一天医生宣布我得癌症 我都笑笑了 哪个替身 乃至菩提心 发菩提心 OK了 因为只是你有没有发心 不但可以帮助你妈妈 可以帮助众生 更可以帮助自己 唯一解决的方法 所以因为我妈妈 就是因为这样改变了 当然她也问我发什么愿 我就要发出家的愿 对我母亲来讲 她就很痛苦 因为她知道我为她这么孝顺 结果我要去修苦行 各位我苦不苦啊 哪有 不出家才苦呢 那时候我发了出家的疑问 不能出家真的是要死要死了 每天就像没有气的气球一样 行尸走肉在这个世界 两年 特别头一年 真的想要自杀一样 但是我知道不能自杀 但是就是觉得痛苦到极点 后一年我受了一整年的八观灾戒 因为我师父教我的 如果你真心要出家 一定要去受菩萨戒 以受菩萨戒 这样来受八观灾戒发愿 一定满怒 一定满怒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次从台北坐很久的车 因为我地方不熟 跑到我们高雄南部的男子去受菩萨戒 当然我是发出家的愿 所以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认真 所以因为受了菩萨戒 再来受八观灾戒一整年 所以时间一到我就出家了 所以我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姻缘 所以对我来讲 受八观灾戒 发菩提心受菩萨戒 是修行的重点 所以我跟各位讲这个 也就是说现在里面要讲的 那里面要讲决定深信 要相信 佛法的不可思议 乃至受了菩萨戒 你的佛性就展露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多少的钱 多少的欲望 你根本一点点都脏不了 所以一点点都没有放下的痛苦 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这很自然 不想沾这些任何一个东西 但是我唯一的缺点 各位都知道 放不下我儿子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一段缘分 但是这个对我也很好修行 如何最爱转成 当然我儿子给我很大的助缘 他一点也都不会惨我 他知道我很执着他 他也很执着我 但是他却说 爸爸你先去出家 我照顾阿嬷跟妈妈 然后我就跪着跟他拜三拜 但是最后 当然我出家他就惨了 因为全世界人都反对 只有他赞成 而且我太太也知道 是因为他赞成 我才会坚定出家 如果他不赞成 我就出不了家 因为我执着他 所以当然就会有 这种情绪上的反应 但是对我来讲 对我就有很好的修行的过程 所以我跟各位讲这个是 一个人要发菩提心 首先要放下我子 就像做一个比喻吧 你的父母在外面 被绑在树上 要放火要烧了 你那个时候 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去救他 但是要去救他 这个是一种立他的心 偏偏你被关在监狱里 所以我想救人之心大家都有 但是菩提心就不一样 菩提心除了救人之心 你一定要断除我子 一定要受菩萨戒 是戒我子 戒自私 这一点要记住 不然你就会被监狱绑住 你根本救不了外面的母亲 这里面的母亲 讲的就是所有的众生 你必须生起这种母亲的感觉 想要救度她 但是救度她最好的方法 那么就是要消除我子 因为立他的心已经存在了 但是如果你有分别心 那你就会伤害佛教 包括刚刚我在跟我们 战日法师 战乐法师报告 本来这一场是一个法师就够了 但是呢 我希望他们都学会 将来要交给他们了 他们能够去传菩萨戒 但是两位法师确定是菩萨 所以我们战乐法师 我看没有人放声比他还多的 今天兰登古佛 他刚刚说师傅 今天要点了 来 一万灯 全世界没有像点灯像他那么多了 他点到我们会计都来抗议 师傅跟战乐师讲一下 他每天花很多钱 都差点一顿万灯一顿万灯 师傅 你怎么没讲话 我说我不会讲话 他点多一点 钱不够了 负数了 但是我们战乐法师非常聪明 现在他们登自己做 便宜 所以战日师那边在大陆做 他那边在台湾做 两边做起来的价钱都比世间卖的便宜 而且质量又好 所以 除了点灯天天办法会 然后呢 大烟共大放声 那跟我们战日法师一样 在马来西亚建最大的护身员 现在又在尼泊尔 听一下 办老人院 办孤儿院 办戒毒院 山区关怀 每次尼泊尔大地争什么灾难 他就第一个进去的 到最远最深的地方 去帮助他们 这样是不是菩萨 是菩萨 所以要传菩萨界 一定要有菩萨的资格 所以不然我们不知道菩萨是什么意思 所以特别是放生 老实说是大家都讨厌反对的 很多人 我们居士不会 但是很多包括出家人 为什么 因为我办寺庙 我出家弘扬佛法 但是我却反对放生 请问他了不了解佛法 这个就是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菩萨 但是你没有消除我执法执 你有分别就是对佛教最大的伤害 当然他们问我说 为什么要反对放生 老实说也是一种私心比较多 为什么 如果你一开口放生 寺庙都盖不起来 为什么没有人要捐钱盖寺庙 没有人要捐钱什么弘扬佛法 所有的钱大部分人说 放生可以身体好可以超度 所有的钱都进入放生 当然会有这个顾虑 第二个就是资荐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资荐上的问题叫法执 法执就认为这个对那个不对 盖寺庙才对 甚至有些人说 这个放生不要放 你们把这个钱去盖老人院不是很好吗 一般人听对喔 有道理 干嘛去浪费那个